国内高速公路从今年开始全面电子继承收费 人工收费站随之走入了历史 这原本是国道现代化的新里程 但却也代表近千名国道收费员全部面临失业 不久前甚至有上百名收费员 激动的冲进了交通部陈情抗议 因为电子收费的德标厂商远通电收 在当初曾经承诺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为收费员安置新工作 但根据统计 400多名选择接受远通安置工作的收费员 到目前为止有超过一半以上仍然失业 收费员指控远通 每核数字都是灌水 面试过程也处处刁难 究竟这些收费员受到了什么样不合理的对待 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收钱给收剧 收钱给收剧 收钱收钱收钱 精准有时候等于枯燥 流水生产线里永无止境的重复 很是枯燥 收费员会打开收音机听广播 调剂乏味 但今天一整个没救 被一旁的杂音搞得心神不明 这一边的收费员在收费 那一边的收费亭却是工人搭配着电音忙着拆零件 不是要装修 而是要把他们的家拆了 其实我们是早就有心理准备啦 是面对的时候还是心理还会是很不舍的 因为这边我们真的是生活十几年了 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因为呆了十多年的国道收费站 就像收费员的第二个家 而这一天是他们永远离开家的日子 放上告示 2013年12月29日 全台23个国道收费站正式向台湾人说再见 宣布电子收费 in 收费员 out 现在国道上只剩下当成纪念用途的收费站 还屹立不摇 舞台没了主角 主角们被迫走出国道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机会再齐聚 只是上演的是他们怎么都没想过的 心碎巨马 一提心收费国营 收费员国家而日 收费员国家而日 一提心收费国营 一提心收费国营 收费员国家而日 收费员国家而日 反过工作 他叫林素貞 27歲時透過考試成了收費員 先後帶過泰山楊梅細紙樹林投成收費站 做了近17年 結果敵不過科技的進步 無奈卸下了收費員的頭銜 現在他的新職稱是 沒工作的單親媽媽 老大目前他休學當中他可以 他可以我自己 小的現在才10歲小學三年級 他變成是我要照顧他我要養他 所以我們有經濟上的困難 可是我們更需要的是一份安定的工作 身為單親媽媽的林素貞 從事國道收費員17年來 薪水只從2萬2漲到3萬4 得省著過才能養育兩個孩子 林素貞說失業之後雪上加霜 只能帶著小兒子陸續借助親友家 我小兒子常常在路上看到有真人的貼條 或是有廣告就會跟我講 媽媽你那邊有缺人 你有在真人你要不要去應徵看看 因為他覺得還是有工作比較好 媽媽還是有工作比較好 我們不用去流浪街頭 不用去借別人的家裡住 而且至少有自己的家會比較好 林素貞當然想要工作 他也以為自己在離開收費站後 還能有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 因為遠通電收在簽電子收費的BOT案時 承諾在現有的工作職缺下 以不更動工作地區為原則 幫助收費員找工作 而且一定保有5年的工作權 薪資也跟原來的一樣 要將收費員全數安置到遠通相關企業 不接受轉置的收費員 則是給予5個月的薪水補償 我當初是選擇由他來去幫我安置工作 可是所謂的安置工作 宜蘭的職缺是完全一個都沒有 我要跑到外宣室 我從12月29、4月到4月份 我才去面 3月份面試一次 4月份才正式有上班 去十點服務區 我去上一天班 為什麼我不做 是來回車程 我要4小時 沒錢買車通勤 讓原本的車程時間變成兩倍 轉車一天的交通費就需要300塊錢 林淑貞說 這跟當初遠通說的 不更動工作地區的承諾差很多 我覺得說 我們不贊什麼 我們只是覺得說 我們要的是一份安穩的工作 安穩的生活 兩萬兩千八百六十一塊 就是林淑貞所有的財產 現在的她還有兩個月的 失業救助金能應急 但是兩個月過後 房租繳不出 孩子安親班與生活費沒著落 現在只能寫履歷求神保佑 讓自己找到工作 跟林淑貞一樣入不敷出的收費員 還有很多 福利連同 放棄投工 提起收費國養 收費國養 收費員國家安置 我也很努力的去投遞 我台中五個工作都投遞下去了 結果都沒有一個消息 因為她現在看出來 直覺都是太遠了 你家那麼遠 小的要照顧 還有老的要照顧 難道要拋家棄子嗎 只是覺得說 到這個年齡的走上抗爭這條路 真的是很悲哀 原本都是按照長官怎麼說 他們怎麼做的收費員 忍無可忍的情況下 站了出來 要交通部還給他們工作權 拿支政府公偷沒誠意 引爆了收費員的怒氣 給你支援 你不需要支援 我們就全部進去給你協商 全部放了 進去 進去 進去喔好 走 走 小心大家放 救護人家沒成用 我全部進去 衝啊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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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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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七條死路 我們只要一條死路 我拜託你們 我們不先幫你 不要退了 這一天陳秉鑫第一次在公眾場合 痛哭失聲 第一次參加抗爭 就以受傷收場 一搏一搏的走去醫院治療 再趕著回家休息 因為隔天她得要上工 當零食工 因為覺得收入還不錯啊 然後想說去做做看 又清潔的公司嘛 割草 割草的那個 都已經張檢了 對 真的手會痛 很累 陳秉鑫也是為單親媽媽 還有父母要照顧 不打零工 入不敷出 她也想有份穩定的工作 不過這份工作 由她自己來找 原因在她早看透老闆的真面目 搞工具一直一來 你說她有全部照顧我們嗎 沒有 當收費員被用入了傷害的時候 她也為了他們自己的立場在想 有一年 我媽媽很清楚 一個用路人 從我後面 抓住我的胸部 結果我們主管說 是我媽媽邀請 要告對方 她卻沒有想到 衛生的身份養的 所以 我想了很多 衝過去的當下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在收費站工作了22年 陳秉鑫說 她在收費站裡 受到大大小小的欺壓 有的長官甚至會以扣分作為威脅 因此她不再信任高工局交通部 黃論遠通 她個人的訴求只有一個 她要她過去工作以來 22年的資遣費 如果她今天給我資遣費 我可以用之前存下來的錢 慢慢找工作 對 不管今天薪水 如果說今天外面薪水是最低薪資 我也敢運收 身為一名資深收費員 陳秉鑫希望自己工作22年的年資 能夠按照勞退新救治 換算約17.5個月資遣金給她 但 依規定她就要7個月 最主要這些人事費禁用的人 那這些人 都就是我們在指定適用時候 所稱的公務人員法制禁用的人 那這些她因為她有其他法令的一些 相關規定的一個爆炸 所以他們就還沒有納入老基法的適用 沒有納入勞基法的人事費禁用收費員 不管你工作幾年 只得依照行政院寄所屬機關約聘人員的 優退辦法 給予7個月的未住金 其實國道收費員因為政府經解 還有另一種用人方式 叫做通行費禁用 領得更少 那依照勞退薪制就是 年資一年要給半個月的基數 那因為從97年 1月1號才開始使用勞基法 所以到103年有6年的期間 所以他們有3個月的支遣費 通行費禁用的收費員 在民國97年後才適用新制勞基法 算一算等於資遣費只能領3個月 為了減少爭議高工局宣布優退 全部都發7個月 看似平等 但收費員還是想問 為什麼我們一年一聘 然後沒有斷 然後也為什麼不適用勞基法 然後可是我們的勞保卻還在繳 可是高工局並沒有回應我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直是等於說就是在很模糊的地帶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受到什麼 什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訴說 一站又一站不公平對待 到了現在才能說出來 在抗議的人群裡 我們也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因為像我們這個都快5了 你看到就知道 你老的人不太用力了 台北的話 也有可能去做那種清潔工啊 當初的話是玩笑話 現在卻是一語成稱 張梅香會站在抗議人群中 是因為人事費禁用的她 竟然連7個月的未入金也拿不到 因為她在進入收費站之前 是遭到台氣客運解聘的員工 台氣之前在解散的時候 她有加發6個月的補償金 然後在一些法令的條文裡面 我們是不能重複領的 可是不能重複領的情況下 你如果說早期知道這一條的時候 你應該早期的通知我們 告知我們 而不是在結束前的28號 又行了一個正式的公文給我 要我一個禮拜之內 把這筆錢全數交換給高公主 我覺得好無助喔 早期的狀況後來沒保障 現在的保證又如何 各位都知道 我們不見得每一個地方 都能夠給大家滿意 所以我們希望盡可能 讓大家能夠在 離她的這個住家的地方 不要太遠的地方工作 從以前的例子就告訴我們 那她就是在呼嚨我們而已 我們並不相信她 決戰大術公路 決戰大術公路 收費員國家安全 收費員國家安全 企業隨便編派 後來政府也知道被騙 要求交通部安置我們的收費員 因為我們被遠通欺騙太多次 我們已經對遠通沒有信心了 我們一定要遠通公司 一定要把它做完 否則的話我們會重罰遠通公司 部長知道被騙能怎樣 政府說要罰款 再研究可能的安置方法 嗯 已經研究很久 他現在希望能夠安置在政府部門 如果相關單位的這個 約聘僱人力出缺優先 給他使用的話 那這一塊是不是有違反 所謂的要公開招聘 這樣的一個法令問題 那這些問題就必須要 由這一個人事行政單位 來做最後的一個確定 憲法保障的工作權 居然抵不過各自為政的法令 而國家政府和企業的經營轉換 若守不住最起碼的分配正義上 那跟圖利有什麼兩樣 奉獻了大半輩子青春的收費員 最後只能卑微地想著 他們承手在流水生產線的一腳 重複著 收費 謝謝 謝謝 收費 收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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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Enemy Radio 讓我來發展 既然人工資材 文人工資念 安地消贊 人民工資代將 組成要公平 本集中 cum話 您可能會登用 ільки梦